大家好 我是電腦王阿達 在前陣子的時候 因為疫情比較緊繃一點 所以很多人跑去買那種心率偵測器 大陸山寨貨拆開來裡面什麼都沒有 就是你怎麼測它都正常的 也因為這樣子 當時很多人就去買那種 像小米手環、智慧手錶這類東西 但是有時候只是偶爾想要測一下 又不想買設備怎麼辦 那今天就為大家介紹一款 有台大研發而且經過衛服務認證的 而且它雙平台都有 你只要將這個APP裝到手機裡面 透過鏡頭 就可以偵測到你的心跳指數 非常的方便好用 而且最重要是 那接下來就為大家直接做介紹跟實測 首先大家去App Store裡面下載 那下載連結我們放在下方說明欄 或字頂的留言上面 那下載安裝完之後就執行 它第一次執行的時候 它會跟你邀一些權限 那你就記得說全部都同意就好 那在使用上也很簡單 它會問你要不要用訪客登錄 或註冊登錄 那其實你如果沒有幹嘛 譬如說你沒有持續要紀錄的話 只是偶爾測一下 你就用訪客登錄就好 不用留任何資料 在使用的時候也很簡單 大家可以看一下手機上的畫面 它有一個開始測量 那你知道按下開始量測 那這個時候大家看到 如果你是使用iPhone的話 它就會顯示說你要按哪一個鏡頭 那如果是Enjoy手機的話 它就會叫你按住主鏡頭 那我不知道怎麼分辨怎麼辦 很簡單 大家可以看 現在這個心臟它是透出外面的 那你只要去用手遮 看哪一個鏡頭是可以被完全遮住的 那個就是我們測心跳的鏡頭 那在測量的時候記得不要壓它 你知道輕輕的靠著 然後完全蓋滿鏡頭就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直接來做測試 好測量出來了 那接下來設定最面的品質 那一是最差 五是最好 那我昨天睡得還不錯 睡八小時 就完成 看一下 好 我的數值是規律 那心跳平均大概是61下 接下來我用我智慧手錶量一下我的心跳 手錶量我大概多60幾下左右 那這種東西呢原則上大家不要全部盡興 那接下來我們來試試看 Enjoy平台的那個APP 量起來是怎麼樣 那接下來我們來試試看 Enjoy平台它的錄影是怎樣 然後一樣 不知道哪一個對不對 你就自己看你的手指頭 哪一個被遮住 要封了 Pixel的話它就是這一顆 蓋住之後按開始量測 那在量的時候呢 你可以試看 如果它量超過30% 都沒有任何行跳指數的時候 你可以把手指頭抬起來 然後稍微移動一下 之後再放回去 這樣子量就會準 原則上你在量的時候 建議你不要做太大動作 或一直跟它講話 它會量不準 好像我現在跟大家講話就不準 所以我現在重量 也量完了 接下來一樣是評估睡眠品質 好我一樣是禁止 好三八 OK 完成 好 也是規律 那接下來我們來試試看 智慧型手錶 它的心率測的怎麼樣 大概是60幾下 所以它測出來的數值 跟智慧型手錶不會差太多 它畢竟會是一個很機密的一個儀器 如果說你對你的那個心率 絕對你不是很確信的話 我個人會建議你去醫院 或是買比較精密的儀器 來做這個動作 這個EPP呢 原則上都是僅空參考 就算是這種智慧型手錶 它測出來的數字 你也不要盡興 以上提供給大家參考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以上的一個簡單介紹呢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